只是说,因为它原来资料本来是XML 但是后来可能换了承办还是怎么样,就变成CSV 而且其实像网路爬虫练习课程,其实最大的麻烦就是说 那个资料常常会不见,或者换地方 或者你可能原来的范例,可能要抓的东西,它不见得永远在那边 因为你主要是去爬别的东西,别人没有理由说一定要100%都在哪个地方 所以它会变动的,OK 那如果会变动的话,假如说证道考试的连结都是变动的话 哇,那完蛋了,考试如果今天是这样,明天那不见了怎么办 所以这个证道考试还蛮聪明的,它把一些连结都先抓到他们的server上去了 也就是说那个东西即便不见了,没关系它以后就抓自己的东西 还是可以抓得到 所以考试都不会因为说,直接考你的开放这个资料 但是以后,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机会去 比如说面试,你要面试跟python有关的专长的工作 或者一些promote或升等,或者怎么样 那难免会人家问你一些问题 怎么解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所以最后的话,如果假设我们要抓这个资料的话 其实可以从这边,检视资料 还好它这边,会帮你转换成XML 所以可以从这边去抓 那当然你可以点它一下,它就下载 可是如果你要它的连结,你可以按右键 这边一样可以复制连结网址 也就是说呢,一样可以有两种方法 也就是XML可以去抓档案 它也可以去抓连结,两个方法 OK 那我们现在的话,是用档案的方式来练习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用那个抓连结的方式 OK,两个方法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如果要把它存档的话 最后该怎么做 那其实也是一样 这个有些细节跟前面蛮像的 所以我就把重点讲一下 第一个,一样在底下的话 我们就是加这三行 每一般这三行蛮万用的 F等于Open 先给它一个什么 档名跟负档名 然后呢,模式的话是W 但后面的话,Encoding部分 我是把它改UTF8 主要原因也是一样 因为如果你没有改UTF8 它有些编码的文字 也是一样会找不到对应 所以还是要用UTF8 然后呢,把它Write出去呢 写一个S 但是这个S目前还不存在 所以我们待会要把这个S产生 然后Close 这个是存档动作 标准动作 三行 接下来的话就是产生S 产生S的话在上面 第一个的话呢 我是产生 因为我要三个栏位 我不要全部 所以呢,我就是 官网上面 它上面有 第一栏是这个 第二栏第三栏 我把这个复制过来 贴到我们程式的上面 把顿号加D 改成D点 所以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记得后面一定要加反斜线跟N 换行 然后呢 再把它里面所有的资料 通通都抓过来三个栏位 然后反斜线跟N 当然这个地方 其实你也可以,如果你要加编号 也是可以利用刚刚的方法复习一下 这个没有编号 你可以再加编号 然后呢 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然后呢 一样呢 就把它写出去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呢 我们就完成存档的动作了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虽然说 做个事情好像不一样 但是你会发现 不管是Jason也好 或者是XML 或者是将来其他的东西 反正呢 存档的动作都一样 也就是先 后面三行 再把你要串的东西串起来 再Rise出去就OK了 所以大概 基本上完成之后 我把它写出去 把它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些写出去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写到哪里呢 不过因为我Rise 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Rise前面 没有跟他讲说哪个路径 所以他应该会帮我写到这里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绝对路径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什么 要跟他讲你要放在哪里 因为我如果没指定的话 理论上呢 不对 应该他会放在跟我 同一个那个什么 城市的路径 所以这个如果没有给路径的话 应该会放在我的 这个预设的城市路径 应该是在哪里呢 在C点底下 这里 有没有看到一个Right 看一下 这边有 Right.csv 那就在这里 那当然呢 如果用Excel开 应该是Run 因为UT8 所以我用那个什么 我用记事转开好了 所以 1 2 3 三个栏位 然后分别就是 1 2 3 1 2 3 它看起来没有问题 而且这个资料的话 应该会随时更新 所以如果你假设 会写App的话 你其实是可以随时抓 你要随时抓U-buy的相关资讯 而且现在比较麻烦 就是U-buy还有1.0和2.0 反正我就是要骑车 然后我还要想说 我最近的是1.0和2.0 它奇怪为什么 你不整合成一个就好了 我管什么1.0和2.0 反正我讲 有脚踏车可以骑 然后我要还的时候 可以有地方可以还就好了 所以还要让使用者去判断说 到底1.0和2.0 这问题也太奇特了吧 OK 所以这个有时候 没有想到使用者的那种需求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那今天原则上 我们就是 把那个证照考试题又加进来 然后今天的话 原则是带101和102 那另外的话 各位回去可以再看一下 104 104 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104就是说 颠倒过来 比如说我今天 要把这个档案 存成json 因为如果说我要给 不同的这个需求 可能它是手机上用 或者是server上用 它需要json的档案格式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颠倒过来 所以这一题的话 主要就是 学会怎么样 儲存为json档案 OK 然后105的话 主要是 这个资料库部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